吉隆坡天气炎热 到底台湾真乃是当地人最爱的茶饮 来自台湾的小吃店老板魏俊安 八年前带着家人参加马来西亚 投资移民第二家园计划 花了两百多万台币在吉隆坡开餐馆 当地国际化程度就是最大有盈 可以让他们多认识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背景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国际化 第二家园计划 依照年龄门槛不同 最低只要投入三十万马币 相当于两百零七万定期存款 就可以投资移民大马 至今有两万三千人获得签证 而其实这个东南亚国家 正在迅速起飞 经济要紧的速度让人很难想象 马来西亚政府花了两百六十亿马币 等同于一千八百亿台币 打造了我背后这个 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它就位于吉隆坡的镇中心 而且它也是马来西亚政府 最早启动的经济转型计划之一 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坐落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核心地带 占地二十八点三公顷 涵盖二十五栋商业大楼 整个分成四期的计划 预计在二零三零年落成 将吸引两百五十家国际企业进驻 创造五十万个就业机会 让各界都对大马的经济前景相当乐观 政治的一个稳定的因素 这一点要做一个很大的考虑 如果你是要短期的 它长期的它是在这十几二十年 是稳定的在持续成长 马来西亚近年来 GDP成长率维持在5%左右 经济稳定成长 成为国际企业重要投资目标 而基础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 也让当地的经济成长速度大步向前 大马城是一个枢纽 交通枢纽 就是以后的高铁的汇集点在这里 全国的整个总站都会在这里 范牙铁路被视为东斜的经济特快车 而在我背后的大马城完工之后 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地下城 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 让经济前景乐观的马来西亚 成为东南亚的一颗璀璨明珠 东西新闻江庆坑 欧婉柔在吉隆坡所做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